欢迎出席我们香港清理事实评委员协会的论坛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规物为乘海何重》 这个议题虽然不是这个月里面的成终热点 但正正是影响我们 未来香港几代人的一个政策 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讨论里面 无论台上台下的各位 都可以在这个论坛之后 有多些新经体会 或者是认识更多的议题里面 我都像以前介绍我今天的嘉宾 我由我最右手边开始 最开面的介绍 第一位他需要来到 我都要先介绍他 就是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冯衍基先生 大家可以叫我拍手掌 请勇吓他 真的是这样 接着就是我们香港六岭行动的 高级学务主任贵燕小姐 当然每逢这些论坛 一定要有些学者的嘉宾 因为要靠他们的知识去解答我们的意义 就是我们香港集会大学的新闻系教授 王满宗教授 最后当然不少得有我们官方的代表 就是我们特区政府的环境局政治助理 欧泳子 女士 今天的题目 秘密遗城 这个秘密遗城概念 我认知是在不同的政府 不同的界别 不同的界限界的政府 无论是以前韩英年也好 现在的环境局 王满宗教授也说过 堆田区快要爆门 是时候抗建 都会有这些论调出现 究竟是否真的废物为盛呢 香港人就要给一些 如果再不抗建堆田区 或者再想一些新的办法 香港人真的会被垃圾人围住呢 我也希望今天在这个论坛开始 由我们政府的代表 欧泳子的女士 先讲一讲这个题目 你们会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好 慢慢讲